崇高理想是有文明的民族之路,一切曾宣传为阿拉荣事实的书。 阿拉在国内心中说,你们应当认去从你们的书法处的所有和与天地一样广阔的乐园, 为信仰阿拉和荣誓者的人们而准备的乐园,那是阿拉的恩典。 他将他长次打说,一语指阿拉是有恨恩的,我见证万无非说有阿拉对于无偶。 我将是穆罕穆斯安拉的仆人计其时日。 伊斯兰教通过自己的有恶的教会而鼓励人民应该有崇高理想。 奋斗、努力和仰设到底,并禁止懒惰、懒惨和在地方上作恶。 以前的事们都是这样的,阿拉说,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他穆萨的经典和旅行写民的伊伯良的经典中所记载的事情吗? 一个负罪是不负别人的罪,个人值得享受自己的牢记,他的牢记将被看见。 牧生日出,崇高理想的时日而说,安拉是仁爱的,喜欢仁爱的,喜欢高尚的事业,讨厌低级虚伪的事物。 崇高理想不能限于特定的方面,而是应该在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崇拜伊斯兰教教法,促进人们应该人先旅行崇拜。 安拉说,你们当人先去世存你们的书,发出的所有和那一天的同款的,也为仅为是预备好的乐园。 安拉为保证努力崇拜的人,也为他保证恨大的、恨大的保仇。 安拉说,安拉说,凡于活的后世,并为此而尽了努力的行道时,这当人的努力是要保证的。 牧生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有崇高理想,其中崇拜安拉在固然心中对牧生说, 牧生在一天礼拜,你应该在一天礼拜,出开不断的时间, 把你或少一点或多一点,你应该封锁狗连心。 我必定以庄言的言辞,属于你。 牧生在一天礼拜,立到两家法中,有人对他说, 安拉的事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安拉已经饶恕了你以前和以后的罪过。 牧生说,难道我不愿做一个感谢安拉的普通吗? 牧生多多,促进自己的弟子和民族应该有。 有时崇高理想,牧生说,如果你们想安拉祈求时, 你们能向他祈求飞而到四天堂的地区。 它是最中央的天堂,是最高的天堂, 其上面就是日子如的,阿尔西天堂里的,如何从中留住。 拉比阿伊本科尔布的传书, 台湾来十分显示一时, 两瓶的诉苦之意。 他说,有天你离,我保持安拉的时日, 我给他拿来小心的水,喝其他用品。 日时他对我说, 想我提个要求吧? 我说,我要求在天堂里, 陪伴你。 他说,还有别的要求吗? 我说,就这样要求, 有事实是说, 你多多口徒, 以便帮我满足你的要求, 日欲在崇拜中的崇高理想需要更好的旅行, 体现于人民的行为及其道德。 不会说谎, 不会背叛, 不会作弊, 并不要接杀书而侵蚀别人的钱财, 仍然履行崇拜符合崇拜的目的, 并且会涉嫌尊安拉的教法, 崇高理想的最重要的方面, 是事实,牧师母灵, 我们想安拉祈求学习, 有义的事实。 这个事实对文物有很大的影响, 牧师说, 你们想安拉祈求学习, 有义的事实, 你们求安拉保佑, 免没有义的事实。 牧师常常, 祈求安拉说, 如啊, 我求你保佑, 免除死害。 不比义的事实, 有义的事实, 就让某国家很强大和进步的真正武器, 因此没有事实, 没有国家能涉嫌进步。 但两三, 会让国家有落后, 神明弟子和在权弟子是热烈于, 如啊, 就是事实的人, 阿布乎来啦, 如啊, 如啊, 神学习, 他说, 我不能满雨, 终日和去舍墙, 而放弃母神, 而说我去母神, 叫我一个字。 阿布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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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沙菲亿说, 我有七岁时, 被送了孤兰金, 有十岁时, 被送了母和他, 生存书书记, 以马姆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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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曾被送了一百万神宣, 传说, 以马姆那我为一天参加十二门课。 前辈的学生认识地传着伊斯兰的师们为了获得安拉的喜悦, 并给人类很大的利益, 立身有缘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安拉说, 日欲让自贝成族, 日欲有益于人的东西, 自留存在地面上。 安拉如此, 前面所得比语, 崇高理想的最重要的方面也有。 劳动, 他在伊斯兰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国内心把崇拜和劳动相集合起来。 安拉关于这件事说, 当礼拜完毕的时候, 你们当参谱在地方上, 寻求安拉的恩惠, 你们应当多多的纪念安拉, 以便你们成功。 安拉也许在精神努力工作, 享受更好的生活, 最后是享受永恒的恩惠。 安拉说, 反省上的男女行事, 我是必要是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 我是必要给他们所信的最大, 上公保住他们, 又说信到尔西欣赏日, 得以乐园为招待所。 人民劳动具有崇高的地位大师, 是人们都有工作。 阿旦圣人, 伊布拉姨圣人, 赫鲁圣人都是农人, 诺圣人是一名母养, 伊达里斯圣人是一名裁缝, 撒离神人是一名人, 特宗圣人是一名铁医师, 安拉说, 我去尚次达�uitionchen我发出的恩惠。 全山啊, 荣粮啊, 舔满就是佳庞, 合着祂展索, 我为祂施地毫戳软, 我对他说,你应当制造晚上的开价,你应当定好开价的关注。 你们应当欣赏,我确实明察你们的行为的,仍然通过劳动而有崇高的地位。 劳动比气球更好的,牧师说,你们中任何一人打关筛北上,比他像任何人乞讨都好,无论人家实实不实实,劳动不是需要的,而是想工作做的精神精美是需要的。 牧师说,安拉的确喜爱精通工作时,牧师强调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工作,为了自己和别人而留利益。 牧师说,阿布摩萨的传说显示说,凡是牧师都要实施。 牧师说,他需要问,如果他没有,你说怎么办? 牧师说,他双手劳动,自食其理,并实施。 牧师说,如果他没有能力,你说怎么办? 牧师说,他帮助有积蓄的人。 牧师说,如果他也没有能力,你说怎么办? 牧师说,他没人寻伤。 牧师说,他在问,如果他还没有能力,你说怎么办? 牧师说,他使人作恶,这就是实施。 因此牧师鼓励,不会工作的人应该停止伤害别人。 崇高理想的是,服务社会帮助弱人。 人就有积蓄的人。 有人问牧师,是人啊,安拉最喜欢的人是谁? 安拉最喜欢的行为是什么? 牧师说,安拉最喜欢的人是对人们作恶意的人。 安拉最喜欢的行为是让牧师高兴或解决他的烦恼,或解决他的财务,或消除他的饥饿。 我与穆斯林兄弟一道,去解决他的困难。 比如我在这个礼拜四里,经坐一个月间,为解决穆斯林兄弟的困难而变破的人。 安拉在荣族跌倒日日,会使其不法坚定。 我说了一声热气,就安拉罗说和我们。 一切咱从双规,安拉中设置的如,我见证万我非说有安拉。 各位穆斯林,我们应该认识的最好方面是服务足国。 因为服务足国属于信仰。 安拉命令,我们在信仰方面,应该认识安拉说。 故你们,故你们,当认识为上,你们全体都要过于安拉。 他要把你们所认论的是非告诉你们。 安拉赞索在信仰的人,安拉说,他们认识信仰。 他们为信仰和共予二和于我,他们对于我施工顺的。 属于忠告理想的是建设祖国,负担社会族人,人向身上如维护, 精神社建立学校,装备医院,治疗病人,这些都是属于永恒的实施。 牧生说,人们会因期间时而得到回报,即使他归人还能获得回报,要守日时,书云和流。 我认识水井,终之夜早,建立亲生寺,留下一步过两斤,或留下一个孩子为他祈求安拉的老鼠。 更美的是,在我们之间应该尽限付我们的祖国,这样我们会实现携手团结。 也使同情和互相帮助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求安拉保佑埃及及他的人民,他的年轻人,他的军队和他的财富,并祈求安拉保佑埃及免有各种患难。